诗篇第八十二篇 神站在大能者的会中,在众神之中施行审判说 你们不按公义审判,偏袒恶人要到几时呢? 你们要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冤 为困苦和穷乏的人伸张正义 要搭救贫寒和穷困的人,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他们没有知识也不明白,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大地的一切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过,你们都是神,是至高者的儿子 然而,你们要像世人一样死亡 像世上任何一位领袖一样倒闭 神啊,求你起来,审判大地 因为万国都是你的产业